游泳、單車、跑步都是歷史悠久的運動項目 但三樣加起來成為三項鐵人比賽 年資就比較前 上世紀70年代 三鐵只是用來做田徑訓練 1974年才有第一個正式的三鐵比賽 2000年正式涼上奧運 是史上入澳最快的運動項目之一 奧運的三鐵賽程依次是1500米游泳 40公里單車、10公里跑步 沒有休息、沒有預賽、一場定勝負 好考體能和耐力 賽程這個順序是出於安全考慮 因為運動員在比賽初段體力比較充足 先進行游泳比賽 預力的風險就會較低 另一個考量就是轉換裝備的複雜程度 將游泳比賽放在最頭 運動員如果穿了保暖衣 轉行的時候只需要脫 轉換裝備就會容易得多 完成! 完成!